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你要是修的是佛法的话 除非你不是佛法 法门只是个方法 法门都是工具 你只是一只工具 你不会用 你不知道你拿这个工具 我到底想干什么 就算你有一箱子工具 各种八百四千法门 你全装在箱子里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是想出零 想成佛 还是想往生 你都总得有个目标 那么如果你想成无上证的 你说这些工具我要来成佛 那我怎么成佛 这条路你得清楚 你说你最起码说一声佛号 是不是可不可以 我不能说他不行 也不能说他行 是你必须知道 为什么我念这个佛号 我可以成佛 你必须知道这个工具 为什么能够让你成佛 这个理论一定要懂 这个道理懂了 你才走得无悦无悔 而且你走下去你才不迷惑 你只是有一箱子工具 你连方向都没有 或者你说 我就是一直这小工具来让自己 就是后半生活得开心一点 是吧 我就念个佛号 然后我想我身边的一切都变好 或者是逆缘变成善缘啊 或者什么 我想可能一些 就是说这个你也要了知 我怎么样通过这个工具来打成 变快了 对变快了 是吧 那好歹从佛学你能念到一身一 念到很有定理啊 就是很专注力 因为你要一直一个佛号 你只不过是一直一个佛号 然后很专注了嘛 一念四万念 那通过专注你必须还要 光一个专注也 很多人专注的也不见得多快了 是不是 你必须有 你有点定理啊 有点功夫啊 念到一个忘我的程度啊 或者不念而念啊 等等无相念佛 你达到一个无相念佛的层次 已经破所有相了 那已经很高的境界 那已经开悟了吧 所以这个时候你达不到 但是怎么要去达到一个有相到无相的境界 是吧 破一切相的境界 那里边有很多的内容 那如果不去了解 你怎么能靠一只佛号在这个世界就活得快了呢 然后能改变你身边的内缘呢 然后你又不去改变谭正尺脉 也不去做善行 不去理极功德 你怎么会有善报和善果呢 就抗一身佛号怎么可能 就算佛不上每天加持你 你的贪嗔痴脉一大堆内心啊 不断的你自己生气啊 那不是外魔护法神 就算是你很有福报 外魔来了护法神 上师老师全给你打住 你心魔谁能是吗 你心里边自己贪嗔痴脉也生气 看到这个杯子就生气 谁也管不了 就释迦牟尼环坐在旁边也没用 知道吧 因为你的直接不改 你就是执着这个杯子 我看到这个杯子 我就伤心生气的时候 释迦牟尼环在旁边也没办法 他只能告诉你这是个虚幻的 这个幻境的假象 你不要伤心 你的你看到他 你得出这种揭露 只是你人力的一个局限性 他也只能这样不断的告诉你 你说我信你的 但是我就不改 或者我就是这样的 或者我就改不了 那也没办法 这个世界还有改不了的事情吗 除非你根本就不愿意改 除非你根本就觉得改它没有意义 没必要 纯粹就是说给我个理由让我改 给我个理由 为什么要改 为什么要放下苹果拿起杯子 你都给我个理由 就是这样 但是我是觉得 就修行的过程里面 我觉得就是 这种反反复复特别的大 有时候会比较精进 有时候就什么都不想做 过程是这样 过程是有的 因为你是个 我们是从凡夫起修的嘛 那么不管我们修事 甚至是修行过 或者我们曾经修行过 或者有没有果未成就等等 这些不说 那这些是显然我们迷失了 是吧 那显然我们自己无名啊 迷惑啊 很多东西不知道了 那未来不知道 那现在迷失了 好我们要开始修行 那反反复复的过程 因为反复刚开始有无名 那反复有习气欲吧 那反反复复是有的 但是重点是 为什么到今天 我们没有任何成就说 我们很久没有 那说明你的目标不明晰 你不知道在修这个佛 你想干什么 你一点也不知道 其实很 如果你只是 很多人我发现 有不是说你 就是说很多我发现 很多的朋友 其实他学习佛法的目的 只是想达到他的 就是在人道活得更快乐一点 或者在人道我更幸福一点 或者我没有 我想在人道 获取人道的名文力啊 就是说我觉得就是一种 就比别人关注啊 比别人觉得我更好 我更就是获取人道的 就是名文力啊 或者是通过佛法 我可能改变一些腻语 消一些业力等等等等 就这样想 当然也有的是 我就喜欢佛法 我就是个喜气 我就听见凡背啊 我就很开心 我就喜欢佛法的东西 我听见佛号我就开心 我看见城中木骨 听见我就很舒服 但是其实始终这些东西 所有上面我说的 这一堆东西 佛说都是幻境啊 你在追逐幻境啊 但是你要不明白 这个界地的话 你是依止不了佛法的 你如果不了解这一点 你想依止佛法 在苦海里贴的话 佛都告诉你了 这是苦海 佛法的指点是 你出离 你一定要出这个苦海 你才能有何的快乐 否则你就是今天反 明天快乐 后天又反 因为你出缘就斗 出缘就斗 而出缘斗的这个是个假象 因为你的六根是个假象 你反复的也是个假象 如果你一直住在这个假象里修法的话 你这个假象是不能得涅槃的 永恒不了的 因为你是个六根是个生命法 就是就是你的野耳鼻舌生意啊 你是反复的是这个野耳鼻舌生意嘛 没完没了 快乐烦恼哭乐哭乐不断 但佛说这个六根就是戒闻觉知啊 这个六根跟你所见的一切 两个都是病 就是就叫佛说病也看花 空中有个花 你病也看见空中有个花 这个花是无声的 本来没有出声 但是因为你有病 看见空中写这个花 万法都是这样 就是万法都是你空性是在这 如来是在这的 如来无处不在 如来本来在这 然后你的六根给你看见的六成 就是万法 然后还有你的六根 两个就是空性里边的两个病 就是说能看的跟所看的都是病 就是说这两个都是坏 根层都坏 如果你不了解这个芥蒂 你永远觉得自己没进步 知道吧 因为你活在自己的 因为对这个六根你不断的有看法 因为你得出的是我这个六根有问题 我这个六根你的自信心永远不够 你想利用这个六根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状态 来求一个永恒的念牌 就是求佛的无上证的 这个是永远修不成的知道 就是见地就不对 这是何况我们这是见地了 这是第一亿地佛 何况我们的目标根本就不清晰 我到底是一只佛法想干什么 如果你一只佛法想展示的获得快乐的话 他可以安心 有时候法喜充满 有时候舒适有佛缘的人 可以安心处理 获得展示片刻的清凉 那也是有定力的人才能获得 如果你达不到定力的话 佛法甚至你感觉给予不了你任何东西 就是你在学佛法 就是你只不过在学 多学了一门文化 多知道了一门知识 佛法就是一门知识 对你来说 就是你在世俗法的则 你了解了一个出世法 了解了一个出家人了解的东西 或者你认为的 不管他是高尚也罢 他就是多了一门知识 啥用也没有 必须了解他的芥蒂 就是说你看到的是什么 你自己每天认知的是什么 然后你这个六根是什么 六层是什么 还有你到底想干什么 不许考虑 考虑清楚 否则我们没收获 就是今年的变化比较大 为什么 他会慢慢慢慢的放下 或者会有很多杂念 他不让你丢 我也不知道这是我以生俱来的 还是别人加持我的 还是 这个 你说你放下这个东西 说经历过很多放下 这个不修佛法也可以达成 你说我心心开阔了 我活到这个年龄 什么都经历 不是说七十多二生了吗 你到一定年龄的时候 你什么都经历过了 你大狠蛋了 你挣扎过情感上的挣扎 世俗法的名利清 这些东西都借多识广啊 借的多了 当然说佛法不是说完全没有 就是说你毕竟听的是圣人的言论嘛 总比就是每天在街上听那些在酒吧 或者是听一些鸡毛蒜皮的那些事给你 带来圣人的言论多多少少对你是有 就是我们每天去看圣人的言论还是有帮助的嘛 是吧 圣人的视野心心很开阔嘛 那你看孟子看庄子你看孔子 你去看这个世界甚至心理学哲学的课程 你都可能心心开阔 你都可能觉得自己很开阔了 自己很快乐了 所以其他的哲学 其他的就是你的课程都可以 甚至唱歌跳舞你都可以 甚至去练探极圈你都可以 但这不是佛法知道吧 这就是浪费了佛法的东西 因为释迦牟尼佛在 他的东西在地球上是最高的智慧 你知道就是如来秘密啊 就是只有如来在最高 在这个领域震到了最高境界 就是如果我们不会了解佛的最高智慧 的第一地这种啊 就是比如元气星空这些 这概念有点抽象 这些最高的智慧 不知道你的六根根六臣是虚幻的 就是说不知道你的本来的空性 你本来是空性的 你本性就是如来 你活不出自己来 你不知道这些的话 真的是入宝山空返 你就算摘了佛法一叠光 摘了点光呢 真的是 你如果只是为了学佛法 所以心虚开阔了 你快乐了一点 那只是佛光普照了你 我去 就是佛法摘了佛法的一叠皮毛光 我们根本就没进去 也没拿到 这就叫小陈弟子啊 就是阿罗汉们 在佛那佛都说 你就不是真佛子 你没有发起无上阵的这决心 你不懂得我的第一地的话 你等于是没有得到佛的保障 就是释迦摩尼佛的保障 我是国王 皇冠没放在你头上 你不是太子 就是说你不是继承我王位的人 你不是真佛子 就是除非你发起出灵 你为什么要出灵呢 佛不出灵 不是让我们 因为我们是在家人 不是让你出家事 你知道这个世界是假的 这才是出灵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就像您说这样的 这种出灵心我觉得 好像偶尔会有一点 因为你不觉得这个世界是假的 如果是假的 我还是不觉得它是假的 你不可能摆在一个魔法的世界里 假如说你外边有一个世界 每天有一个魔幻是 坐了个海市森楼 做了个什么 你会在那个海市森楼里边 坐在里边求一个真实的东西吗 你不会求的 一个海市森楼坐在那 就算把你这个魔法变出来的 然后你坐在里边 你是用游戏的心态坐在里边的 你绝对不会说是我左边站在永恒 我求个永恒 我求个永恒的幸福 你在一个电影里 你不会一个女主角 不管男主角 在电影里演一个角色的时候 她不会当真的 她也不会觉得那个爱情要有恒 她就演个言情小说 她也不会说这个爱情一定要有恒下去 电影结束了 她就知道拍完了 是吧 喜怒哀乐 她就觉得我就是不过一场戏而已 但是我们不觉得这个世界是这样 你现在不是啊 不说这是个梦 你不觉得这是什么 因为你的气欲 因为你生下来你就认这个是你 生下来你就认死了这个六根是你 你不知道这个六根 就是说有局限性的 因为我们的眼睛也有局限性 耳朵也有局限性 因为你有局限 你后边都看不见 你是很小的一个三维角度的 这个有局限性的不是你 只要有局限性 它就是你看到的一定是幻境 三维幻境 你没活在真实里边 你活在真实里边就是如来的直接 就是空性啊 你就是如来的佛也 你看世界是不是这样 这个世界佛说是净土啊 这个世界但我们心里有缺失感 所以永远我们的 因为我们的六根有局限性 肯定有缺失感 六根就是我们的心啊 我们看到什么东西 想要的没有 没有的来了 不想要的来了 想听的听不到 不想听的 每天有人骂等等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有缺失感 这种缺失感 让你觉得这个世界是有缺陷的 有遗憾的 那这个世界对我们才是五着恶事啊 对释迦牟尼佛是 藏了我尽的极乐世界 只有对众生才是五着恶事啊 为什么我们会看到五着恶事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看到的是 这个世界的不平等 不公正 看到很多恶 看到很多邪恶的东西 看到了很多的不对的东西 我们的佛说 那是因为我们生生世世世带来的共业 知道吧 业力 就是我们 但业力是 就是让我们发现了这些的 但那些业力只是说多 但是是我们的认知角度 才受爆的 你的有局限性的认知角度 在这个世界上 你这样认为了 你说这个东西很讨厌 你就很难受 它就会伤害到你是吧 就是你怎么比如情感 比如名 虚名 比如说你身边的美仇构敬 善恶等等 每天都在伤害你 每天都在 就是你每天其实都在你的认知里 自我折磨着 其实就是都是我自己造出来的 是 你认为的 你认为的 然后你的世界就变成那样 就是你就是自己的上帝 你的世界是你一手造成的 你的世界不管你经历什么 但是你说我为什么有这种认知 为什么他就没有 是吧 我为什么有这种认知 就是说生生世世修 轮回过来 你带着那种习气 但是我们不可能 把生生世世的习气 在这一世 全部清理干净 有很多是吗 可能是要意识 你有几十年的时间 你一个人要清理 是吧 你清理不了的 那么我们不是佛学的角度 他不是让你去清理这些 善业和恶业的 他是说这两个都空 知道吧 这就彻底清理了 就你活在无分别的境界里 你不要去 这两个东西不印象 你就是 你先写出定 如如不动 开始 就绝而不动 开始 然后回归到你本来的 本来样子是叫佛 我们叫如来 叫空性 回到我们本来样子里 本来的样子里 没有这些 你没有轮回波 没有因果 没有业力 没有这些东西 空性里没有这些东西 就是活在如来的样子 空性啊 也叫空性 也叫自信 那才是我们自己 就像世俗法 我们说爱自己啊 我们要做自己啊 那才是我们自己 你要做成这样 一个女人 做成几十岁的女人 二十岁三十岁的女人 做成一个身高一米几的女人 做的不管你多漂亮 多赛 多饿 或者是什么样 你做不是自己 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是什么 那不是你的本来面目 成佛就是做自己 做回真正的自己 但这才是佛法最根本的教育 就像释迦牟尼佛来到这个世界 唯一做的事就是度你回到自己 他唯一做的 他不是让你去 从他的教法里寻找快乐的 他没有这个使命 知道吧 因为其他就是 你唱歌可以快乐 你吃的 吃一顿美餐你也可以快乐 你不需要他 他 他出来教你是吧 你不需要他的教法 你需要的是 这个世界 满足你的欲望 你也很快乐 你会要更狂醒 你的美好的爱情 你用于几个亿 然后你想做什么 能做成 然后你买了别墅名称 你满足了你的欲望 你更快乐 在这个世界 如果是这个假身体的话 是吧 你不需要学 学那么高深的 释迦牟尼佛的教法 因为他太珍贵了 知道吧 就是这个教法太珍贵 所以 如果我们去 接触到佛的教法的时候 不要错过 他这个最珍贵的教室 不要错过 最高的这些东西 其实其他的 你除了他里边 说是快乐不快乐 或者是那些东西 其实真的是无所谓了 你不学也可以 我今年好像 我原来啊 就要念经了 做不到 也不可能会 咋念会 就是 能看出自己的念头 原来是真的做不到 那是就像你说 我的阅历的推荐 还是 就因缘具足了呗 修行的因缘具足了呗 然后是 他有时候 有些人真的心安在修行上 也是需要一些因缘 处缘 因缘具足了 突然对生活里边 很多东西不再渴求了 最起码不那么渴求了 而且会对他的读书 也没那么强烈的反应了 识趣就识去了 随缘吧 得了就得了 也不觉得自己多狂喜 就是说 你一开始成熟了 就是很多东西接纳了 或者失去度度 这个时候 修行的音乐就成熟了 但是我说的佛法 说没有 但是我觉得这个想法 还是会改变了 还是会变了 还是会的 就是 我是说 就是如果你觉得你修行 或者是学佛 隔一段时间 还是你的目标不没期 你到底想干什么 对 因为你佛法只是喜欢 就这样 我们说是有缘的 但是现在没有一个 很强烈的愿望 说我必须得要解脱 因为你不苦嘛 你也不是很苦 又不是什么 有时候我们苦的时候 才想解脱 没苦到 可能要么就是麻木了 疲惫了 不想挣扎了 或者是 要么就是没想着说 就这样吧 再会准备 所以我还没有想着 总数个草莓 税隔 都在家里面 随便的 一条路 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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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